各位 现在就是最后出场的余小雨和金阳了 花样滑冰不仅赛场上选手们的颜值高 这次在新疆乌鲁木齐比赛 观众席上也是颜值非常高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快点明镜中 雨瓣摔倒AXER两周 发后内 额冰很稳 点三周 扶宽托举 单臂 前内楼线线 要求男伴归此的动作要一周 跳跌宴时单出去 跳跌页直接蹲转换轴 担任选择 编排步伐 这个动作没有分值 但是根据裁判 可以根据运动员的表现 给予加分或者减分 手拉手托举 放在蜜 双竹鱼褂摔倒 双竹鱼褂摔倒 双人联合旋转 双人联合旋转 云小宇和金阳 这次全国的综运会两套节目 他们都或多或少 有一些状态起伏 我想可能遇到身体状况 肯定不是很理想 他昨天出现一些问题 今天也是在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当中 出现了问题 两周阿克塞尔本来应该是做连续跳的 结果他们两个第一跳就完成的不好 一半摔倒了 刚才抛跳也是很把握的动作 但是他在路兵的时候也出现了问题 刚才看他们失误 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后面他们还要参加一些像 四大周赛还有世界锦标赛这样的高级别赛事 希望这次他们能够很快调整回状态 即使是发挥成这样青年组拿冠军问题不大 因为他们难度基础摆在这 对确实 因为整个他们和后面前面的运动员 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 整个整体节目的感觉虽然有些失误 但是整体节目连贯完整 和他的这个音乐配合是都是非常好的 对跟少年的选手相比 衔接首先这个难度与难度之间的衔接 他们就显示出了这个成年组的高级别的表现 对他们连接是流畅自如的 而且是复杂的方式 对很很很流畅的进入下面的动作 所以不是像年轻运动员是简单的连接 这个抛跳我觉得可以 是不是裁判都会加二加三了 他平稳的滑出之后还有个小的舞蹈造型 对可以 第一个抛跳可以加二到三 好我们来看一下 云小雨和金阳这一套自由滑的最终成绩 那么在今天晚上 在六点半还将进行少年组的 蓝丹自由滑的比赛 我们也将继续为您直播 余小雨和金阳这次的自由滑结束之后 将产生本次冬运会花样滑项目 青年双人滑项目的奖牌 也是本次冬运会花滑的第二块钱牌 选手也是很明显喘的要比平时厉害 小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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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喊小小雪是申许和赵宏伯的孩子 还是明显体力不够 赵教练给他们点评就是体力 对体力不够 最后成绩是 110.68 自由滑排名第一 短节目成绩加自由滑总分 获得了冠军 这样余小雨金阳获得了这次冬运会花滑 双人滑项目金台 好了我们这一时段的冬运会花滑